2019翡翠之星卡拉OK大賽將在8月28日至8月31日展開出賽 社區內的年滿55歲的長者皆可免費參加 冠亞季軍可以分別獲得600、400和300的獎金 年度翡翠之星卡拉OK大賽 由第一保健與亞美醫師協會共同舉辦 今年已經是第13屆 以音樂的方式讓社區的長者們 可以融入社區家庭保持快樂的身心 有很多老人家因為這個活動在忙碌著在籌備著 所以我們很希望能夠借這個活動能夠提高老人家對身體的注重 跟對運動的注重 通過這個平台我們是更多的老人有了帶來了快樂 所以希望更多的人來支持我們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比賽報名截止到8月16日 總共200個參賽名額 民眾可以電話報名 也可以到曼哈頓、布魯克林 以及法拉盛三區的華人社區內的第一健保社區服務站報名 參賽曲目可以選擇粵語或者是普通話 決賽將在10月11日在華部的金峰大酒樓舉行 新唐人記者 宇婷唐成 紐約報導